防疫的關鍵期 觀光紓困也是跟著陸續上路 行資補助上限也翻倍到2萬 另外每一間旅行社將會補助一個月10萬塊 連續補貼3個月 但有業者表示了國內掃新旅行社是占了7成 齊頭式的補貼不公平 應該要分級距提高補助 交通部也說會進一步再演你 中央宣布紓困再加碼 總計砸下超過70億元拯救觀光產業 強調餘露均沾其中旅行社這一塊交通部計劃 每間旅行社將補助一個月10萬元 連續補助3個月 等於一間可以領到30萬 但問題來了 國內約有3990家旅行社 其中7成是10人以下的小型旅行社 有業者表示齊頭式的補貼並不公平 應該要分級距提高補助 旅行工會認為僅要關頭應該共體時間 但交通部還在演你最平衡的方案 另外在航空業也有降落費的補貼 空除場地的使用費共48億多 而紓困三屆也包含了損失救濟 營運支持還有補貼負擔 共44億 就連薪資補助也加碼 凡是旅行旅宿民宿及遊樂業 業績衰退到5成以上 不踩勞動部減班休息的補助方案 以及減薪未打兩成的員工 政府補助從原本的薪資兩成提高到四成 上線也翻倍到兩萬 預算從四十二億追加到七十億 不過還沒全盤定案 防疫關鍵期 政府業者相互合作 要一同戰勝病毒肆虐 記得張志澤 劉宇璇 太平報道